在联勤保障部队对于大会精神的学习 已经由团级以上单位党委 深入到基层部队的各个方面 扎实应用到运用法制规范 练兵备战的各项工作中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谋旅的训练场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俊凯 正在和战友们一起开展训练 在这名有着26年兵临的一级军事长看来 依法治军战略的贯彻落实 带来的不仅是治军治训方式的转变 更是战斗力的体制增效与飞跃 我们将以坚定的决心 信心和恒心 以强大的自信 骨气 底气 用好有力条件 搓力奋发 勇意笃行 全面加强军事斗中准备 官兵们在学习中认为 联勤保障部队编制结构 人员类别 工作运行 任务分工等具有特殊性 必须强化依法行政 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 按条令条例办事的意识 正规部队战备训练工作秩序 届时让法治成为提高保障力 推进战斗力的原动力 两会精神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 我们将坚持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 强化责任担当 鼓励打造 疗养分心家园 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我们必须强化法治思维 刚性落实法规 坚决克服以前怎么干 现在就怎么干等关键行为 严格按照为勤训练法规抓指导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断道出为勤保障铁拳 在国防科技大学 硕博宣讲团成员 博士研究生刘坤佳 正在和学员们分享自己对依法治军的理解 这个宣讲团由十多个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组成 一直活跃在各个学员队 每名成员都根据各自的主题进行了精心准备 积极地向基层官兵宣传党的依法治军战略 这次宣讲也加深了我们自身对党创新理论的理解认识 同时帮助大家做到对党的理论政策入脑入心 激发大家的学习训练热情 更好地服务于备仗打仗工作 台上激情飞扬 台下聚精会神 互动精彩热烈 在这个宣讲团里 还有不少长期在基层部队 从事理论教育工作的在职干部学员 他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让分享学习更通俗 更接地气 更有吸引力 经过学长和学姐的热情宣讲之后 让我了解到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的深刻内涵 以及在我们基层学员队如何落到实处 作为一名军校学员 我要坚持战斗力标准 加强政治素养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今后的学习训练中去 感谢观看